好 其他消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彰化园林市现在正在举办的是新春灯会 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有灯笼展出 不过最近却发现说 有人在路边的大牌丢了好多的垃圾 根本就破坏了这个市容了 金杰队一追查从垃圾袋里面就发现了一包药袋 立刻揪出了乱丢垃圾的人 他说是因为过年期间没有收垃圾 所以才会把垃圾直接丢到大牌里头去 消防队说这样乱丢垃圾的行为 是可以开罚1200到6000元的 彰化园林市街边巷弄成高挂新春灯笼展示 美化了街景 但往旁边看大牌居然出现一堆垃圾 绿色带子 白色带子 透明带子 一袋袋垃圾让大牌变成了垃圾盒 破坏环境也破坏市容 园林市长发现后相当生气 很缺德 因为整条马路很干净很漂亮 清洁队打开垃圾袋 发现里面有药袋 根据药袋上的名字去找人 找到一名七十多岁老先生 清洁队看在老先生身体不好 没对他开罚 只有口头告诫 但再有下次就会开罚 金额是1200元到最高6000元 清洁队呼吁民众 不要随便丢弃垃圾在路边或大牌 因为到处都有监视器 只要发现乱丢一定会追出凶手 依废弃物清理法开罚 华师兄王善谢中意杨宗颖章话报道